第十二题 若电力经由电线输送至用户端的过程中 发电厂供电的功率不变 则当发电厂将电压升高100倍时 输送过程中所消耗的电能将为原来的几倍 这个题目的计算的想法 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解过 我们的功率是一样的 输出的电压呢有改变 我们计算公式是P等于IV 所以功率相同 当电压变100倍的时候 我们输出的电流会变成1% 也就是10的-2次方 这个电流流过导线上的任何一段 这一段的电阻是保持固定不变 所以我们计算消耗的功率的方式是P等于I平方乘以R 那我们的电流变成10的-2次方 还要平方 可是我们的电阻是一样的 所以乘以1 所以会变成10的-4次方倍 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书胜过程中所消耗的电能将为原来几倍 我们答案选的是B 10的-4次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